我記得我初時來到香港仔工業學校工作的時候 曾經組織過一個為教友宿生的活動 不過最後的活動都沒有達到我預期的效果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不太開心,有點失望 不過去到幾天之後,有一位教友同學他跟我說 慎夫,其實我們很欣賞你這個活動 我們都知道你是想透過這個活動去鼓勵我們 在這裡我漸漸明白到,其實我們服務青年 不是單單只是我們的工作 更加重要的是一份純樸和謙卑的心 所以在第十四主日第一篇的讀經 來自《一則黑二線之書》 他給了我們一份純樸和謙卑的圖像 在《一則黑二線之書》中提到墨西亞 騎的不是一個威風嶺嶺的馬 而是一隻小奴 他帶著的就是謙虛和溫和 讓這個世界重新恢復正義和和平 去到第二篇讀經,聖本六中圖提醒我們 其實怎樣能夠經常有這份謙虛和純樸的心 就是在於我們經常有一些靜的時間 這份的靜是幫我們看看 其實在我們生命有沒有一些雜質 是不是在天主那裡的,我們放下它 反而我們一步一步走向天主上我們走的路 所以這一份的反省,這一份的寧靜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幫我們經常有一份謙卑和純樸的心去生活 去到今天的福音 取自《馬逗福音》 如果我們留意福音之前耶穌的遭遇 都是一種不太開心或者經歷過一種失望的遭遇 人家不太接受耶穌的教導 甚至耶穌受到當時法學士 一些有地位有權威人士的批評 不過耶穌沒有因為這些不開心的遭遇而失望灰心 反而他將這個經歷變成了贊重和感恩 這份贊重和感恩的心 就是出於耶穌他自己這一份的謙虛和純樸 他覺得自己需要被愛,需要被救贖 在我們的社會,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單單其實很要求以一些外表的行動去肯定自己 不過耶穌不是,因為他深信救恩是為所有人 特別是一些罪人、窮人、軟弱的人 耶穌在這些失敗或者覺得不太開心的感覺當中 得到一份的力量和安全 這份的安全就是來自他與天父的關係 他相信天父經常與他結合 就是因為這份的關係,他有平安和滿足 各位兄弟姐妹,就讓我們一起學習耶穌這一份的純樸 和他的謙卑 這份的謙卑和純樸能夠將我們的痛苦、我們的失望 去與耶穌的十字架一起分享 讓耶穌和我們負擔這些經歷 更加使我們能夠感受到一份的保護 這份的保護不是出自我們的驕傲 而是這一份的謙信 這份的保護不是來自一份的暴力 甚至乎是埋怨 而是來自耶穌基督的正義和和平 挑戰